迪士尼是世界闻名的游戏乐园 在迪士尼里面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服务 在迪士尼乐园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位公主 住在美丽冰雪城堡中 你可以变成童话世界里最善良的白雪公主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迪士尼乐园里有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即将颠覆你的全部认知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 关于迪士尼隐藏的三个黑暗秘密 看完无数人心中童话梦遂一地 迪士尼酒店为了使游客得到最好的服务 迪士尼乐园中除了有游乐设施以外 还有了一些饭店和酒店 游客们可以进入迪士尼乐园中 吃美味可口的饭菜 虽舒适温馨的酒店 然而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酒店中 却隐藏着一些黑暗秘密 这些秘密都是什么内容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迪士尼酒店中有很多装饰 不同的装饰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 有一些迪士尼酒店的装饰风格是暗黑风 因为在迪士尼动画中有很多坏人 这些坏人也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意愿 迪士尼酒店就用暗黑风作为主题设置了一些酒店 这种酒店的入住过程非常困难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突然窜出来的吸血鬼吓的发出尖叫 迪士尼米奇头 迪士尼乐园中的很多铁栅栏 其实都是设计师专门设计过的 这些铁栅栏并不是简单的铁栅栏 而是一些带有卡通元素的贴上来 这种秘密可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永远也不会相信你是尼乐园中的铁栅栏上的设计原理 全部都是采用了米奇头的轮廓 你可以想象一下 无数迷老鼠的头在迪士尼乐园中穿梭 这个场面看上去非常的诡异恐怖 除了铁栅栏以外 迪士尼乐园中的桌子和长条凳子上都有可能会有米奇头 这些米奇头占据了迪士尼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光是想一想就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迪士尼有很多猫咪 迪士尼乐园中有很多流浪猫 这些猫来自于世界各地 由于迪士尼乐园在修建之初 占用了一片空地 这片空地是一些流浪猫的栖息地 当时的迪士尼开发商为了让这些猫咪更好的生活 他们就在迪士尼乐园中为猫咪提供了一些栖息地 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关于猫咪的传说 所以在迪士尼乐园中游玩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遇到恐怖的灵异事件